世界有名的飛仔菜圍 技術加起水分 對十二過十七九明年一過七八 要在家紀賓鄉的白鑫 是中心基盤 飛台十年的飛仔菜圍創作店 三大電廳裡面 剛才有線用飛仔衣冠 要再運用地骨的設計 我們作回來看看 當你用了一個深顏色的茶具來泡茶的話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辦法看到茶湯的美 那其實每一個茶湯 它有 它是 它是可以展現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的 其實我們回到臺灣十年 我們在家紀大學 男人組合的宿舊 也去到阿里山地區研究 地味產業 為了要讓高雄加起的茶味湯 好在國際通道 他把飛仔菜圍創作的手錄 運用在傳統泡茶的地骨上面 這個茶器 事實上我們剛剛現場 大家也看得到 它用這個磁匯 然後這個泡茶 其實這個是跟我們 這傳統的茶文化 也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在推廣茶文化 這一塊 也嘗試不種方式來去呈現 在南中裡面分組三區 除了西洋室的飛仔地骨以外 國際空間的設計 跟傳統報道的藝術 氣氛聚集會 家庭電燈五十多元的作品 這些作品會燈到明年 真有的設備 記者林肥廷 加基報道